中国的田连有两名女性运动员 最近被国际田连取消了赛事的资格 因为最终鉴定了他们就是男生 至于原因确实没有任何官方解释 他们代表的中国的体育 代表的中国的田径队公然造假 最近中国的田连又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那中国的体育队过去经常有些造假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中国的田连有两名女性运动员 最近被国际田连取消了赛事的资格 包括取消了国际排名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最终鉴定了他们就是男生 其实这个也不是最近才知道 国际田连老早就想要去调查他们 只是他们只要不脱裤子 中国不配合检查 那你就没有办法强制的说 人家就是一个男生对不对 那其实不光是国际上 在中国国内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是男生 只是说碍于家国情怀 为国争光啊 也不好直面的讲出来 那媒体也不会去报道这一方面的资讯 从视觉上看 他就是一个男生 当然我们不应该光从视觉上去分辨 一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 那其实他们在之前接受很多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们采访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就是一个男生的声音 也毫无避讳 包括他们也有猴杰啊 包括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下面啊 也是鼓鼓的啊 就是比你们荧幕前很多的男生 还要鼓 还要大 在他们没有鉴定为男性之前 在中国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 网络上也有流传 包括他们的前女友啊 同时也有一些中国媒体报道了此事 近日世界田连公布了最新世界排名 但是在这份最新的世界排名里 我们已经找不到中国田径名将 廖孟雪和通成欢的名字 好疑问 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 这两位中国田径名将 已经没有了世界排名 至于原因 确实没有任何官方解释 其实官方已经解释了 但是他们在中国国内也不太好讲出来 因为他们是造假的 他们代表着中国的体育 代表着中国的田径队 公然造假 那中国报道出来也毫无面子嘛 所以说像很多媒体 就像在这里这样含糊的带过 说什么至于原因 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解释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的性别是造假的 那有些中国网友 我们都知道中国很多网友 都是相信中国的媒体的报道的 包括要护航他们 因为这是中国的官方的立场 那有中国网友就留言说 中国不会造假的 我相信他们是女生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长这样 然后有网友在下面回复她说 你妈真好看 还有网友说 这看起来虽然像男生 但是气质还是女生 这气质哪里女生啊 你是这个视觉有问题吗 眼睛业障太重吗 他们不光看起来像男生 气质上更像男生 比男生还有男生 你在这里说 虽然说看起来像男生 但是气质还是女生 还是说 我们中国人还是自己最了解 外国人偏见太大了 分辨不出来 一个人的气质 是很难改变的 真的这是诡辩的 还有网友留言说 国外这是故意针对中国 他们只是长得像男生而已 长得像不能代表性别 听他们说话 就知道是个女生 跑之前有点紧张 但是跑下来之后 虽然很累 但是感觉到 因为我们达到了 之前我们教练 以及国家领导 给我们定的一个小目标 今天算是初约完成的一个小目标 下一个目标就是争取 争取能在明天的决策中突围 拿到前十的资格 那就叫自己做何西小王子 这个又好像另外一条女儿 你们大哥要回来啦 听他们说话就知道是个女生 他们还有辫子呢 哪个大老爷们会留辫子 我之前也留过辫子 其实这些不光是性别造假 其实中国的体育队 包括俄罗斯的体育队造假也是家常便饭了 那过去不光是性别造假 包括像什么 运动之前呢 会吃一些兴奋剂 那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著名的游泳队员孙杨 他就是兴奋剂 一开始也不是承认 不配合药检 国际永年当时让他去检查的时候 他不配合 直接把人家的东西给砸了 当然最终没办法嘛 最终还是接受了检查 确认阳性 就是确定他已经吃过那些兴奋剂了 对吧 一开始他也不承认呢 所以这些造假 其实也都是家常便饭 也没有什么好新奇的 只是说 性别造假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当然中国也是抓住了一些漏洞 你没有检查 你不好确认的吧 裤子不出来 那个你下面的小弟弟也没露出来 大家也不好意思去分辨 你到底是男人女生 对吧 因为国际社会 至少它是一个讲究规则跟法律 跟一个原则的 而不是说 我看起来你长得像男生 你就是男生 对吧 除了中国的各方面造假之外 那最近有中国的网友 喝的维他奶 就是一款香港的豆奶饮料 香港维他奶 这个品牌我在中国有见到过 我不知道台湾的观众朋友们 在台湾有没有卖 如果有的话 欢迎在萤幕前留言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就是中国的这个网友 在淘宝上面买了维他奶 发现这个维他奶 第一排是真的 真的是叫维他奶 但是他拿到底下的时候才发现 什么维他姑 维他姨 维他妈 维他娘 维他奶 除了这些体育造假之外 连老百姓喝的这些生活中常见的都造假 还有什么不能造假 前面的节目大家有心里也可以翻回去看一下 连那个喝的橙汁啊 里面都是色素 对吧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维他奶 开箱的这个过程 帮子牛奶 这什么东西啊 叫毛牛奶丢毛 叫毛牛奶 丢牛肉 这怎么喝 这不得头发的给我喝没了 维他奶 这好像没问题啊 就是这个味儿 这么多奶 还有豆腾口味 维他老 维他姑 维他妹 维他妈 绿剑口香囊 这么大一罐 绿剑口香囊 台湾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跟维他一起来分享 我们继续看 太划算了 大牌子就是良心啊 还得是你啊 饭剑 饭剑口香囊 这什么 顶纸猫山王榴莲 哇塞 出手这么大方吗 哇 好大一个 还是进口货 哇 这么大 包这么好呢 他该不会是包了很多的报纸吧 然后很小一个 但是包了很多的报纸 你可是包木乃伊呐 怎么这么多 这猫下王就这猫下王啊 戴一个手套不管用啊 再戴一个啊 好家伙 包新天的没你能包啊 那其实我们关注到中国的灾区的这个最新的状况 很多的当地的民众啊在网络上透露出最新的状况 也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救助 包括很多人没有拿到物资啊 也没有吃的喝的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人是有捐助了 这个是可以确定的 因为中国那么大14亿人 我相信还是有一些有钱人 爱心人士是捐了 这个是确定的 但是捐了之后 这些东西有没有最终流向灾民的手里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 今天又有一些当地的网友在网络上发生 当然这些文章最后都被删除 所有说泄洪原因导致洪水的评论 都会被系统屏蔽删除 现在我们在网上求助物资也被限流 根本没人知道我们一直饿了几天 连我说灾区的我们好饿这几个字 第二天也被系统认定为不实消息 被屏蔽了 这是让我们承担泄洪 又让我们饿 还不让我们说话 伤心透了 我们这边整个城市都买不到吃的 救援物资也不知道放去哪里了 这么多天了也没人送物资来 只能我们受灾的受害者互相救助 聊天的时候还听说有人拍视频发网上 当天就被警察开批划亭来带走了 等哪天我没有吃的了饿得不行了 我也不在乎了 我把所有经历和看到的全部发网上 等你们来抓我 毕竟只有这样 你们才会马上来灾区 才会把我带离灾区 才会有饭吃 即使那是饶饭 因为我们现在连吃饭都是个问题 对不对 然后你跟村民说 没有咱们这么从头 即使咱们家里没有吃的 我能理解 您别哭大姐 我知道您别哭别哭 我们这边来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是吧 别哭别哭 我知道你们家里没有吃 我们这个地区确实是为上游泄洪 为饱北京 为饱熊岸地区 泄洪泄到我们这家也淹了 中央新闻报道 我们这边是那个什么 说是我们这边下雨下落了 然后我们这边家里的那个有支援者 有老人全部是我们附近乡村的人 然后就是看着皮条冒死连夜 冒着生命危险 把家里的老人全部救出来了 然后要是现在报道 我们说是那个什么 说是救救生队 我们这边淹了好几十个村 从这走了好多人这去 食不上喝不上 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看小铃铃铃 喜欢这个游泄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这次报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说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